方建宜 李宇洋和王芳文主持的节目 《Fit开有条路》 来到季度最后一集的录影 几位主持都对这个场景很有感觉 纷纷拍照留念 我这样想 很开心 快乐不知时日 我都不知道 今集是最后一集的这个季度 我很开心和波拉 和宇洋 其实都合了一段时间 我们是19年开始做 转眼间已经是两年的时间 接下来的那一年都是我们的 对 这个组合 所以很开心可以继续下去 若有一对子女的波拉 坦然在节目内获益良多 尤其是关于小朋友的医学问题 做妈妈的就觉得额外贴身 其实我最近很开心 因为我做这个节目 认识了一个医生 就是讲割包皮的医生 你记得吗 他不是讲割包皮的 他只是说因为暑假的时候 帮了很多小朋友割包皮 他很忙 怎料刚好我家的小朋友的同学的哥哥 有需要 有需要 而且他的情况是有点特别的 他不是只是简单 小朋友割包皮那么简单 我们的家长就说起 他那个案子说得很严重 我就说不如来找一个医生了解一下 刚好我们认识的医生 好像割包皮的权威 就介绍了给他 他真的很开心 因为医生真的帮到他 然后就发现原来不是这么严重的 那个手术是不需要做这么久的 那立刻令到那个妈妈放心了很多 所以我觉得很开心 做这个节目不仅是为自己的 其实真的帮到身边的朋友 嗯 如果在于我自己来说 比较关心是前列线 因为上了年纪了 真的有这样的需要 四十几岁开始要关心这个前列线的问题 我说我自己 我说我自己 还有小朋友的东西 无论是行为上 心理上 这些都会留意多了 Akina近期经常在社交平台上载自己的运动照 露出小蚌腰展示健身的成果 又放闪展示和丈夫踩单车的美照 不过他坦然是近年才这么活跃 虽然我叫建议 但我一点都不建议的 在运动方面 我估计我这个人生 穿了99%是没有做运动的 真的 我都是近一两年才做运动 那最近多了跟一些私人健身教练 真是去举铁 我看到有追踪你的社交平台 是的 我看到你有赞的 你会感觉到很辛苦 但辛苦完之后 今天我们有一个主题 是说肌肉骨甲痛楚 你卷完之后是痛楚 但你很享受出力后 很健康的感觉